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轻松哥 之前给大家分享了被枪一次还要第二次的获奖无数又破具争议的影片《别碰我》 刷新了近半年来的点几张记录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破具争议的影片 女子为了追求心中早已定义的爱情,找人做替代品的故事 招子性格安静热爱文艺,平日也喜欢看看画展、影展 这一天,招子路过一群玩着鞭炮的小孩子来到了摄影展 当他在一副两个女孩的照片前诸足凝视时 一个男人哼着歌从他身后路过 并在招子观看的这幅作品前略微凑近 招子转头看向这个男人 只见这个男人身着白色T恤,人子托,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 而乱发下则是一张索然寡微的脸 走路时搭拉着肩膀,双臂垂落 身体也会随着惯性左右摇摆 而他脚上的人子托,托他在地面上 还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他看上去十分颓废 但却仿佛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吸引着招子 让他的目光在人群中吹随男人的身影 身体也不由自主地跟了他一路 招子发现 男子走马观花似地走出了作品展厅 而他也鬼使神差地紧随气候跟了出来 在街上 男子哼着歌走在前面 途经来世那段路 孩子们依旧在放烟花 火光烟霾中 男子缓缓转过身 看见了青春美丽的招子 视线相交的一刻 爱情在一见钟情下迅速萌生并迸发 男子快步朝招子走过来 他率先开口并问了招子的名字 随后又告诉招子自己名叫小麦 招子定睛看向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 那颓废的如浪子 前笑有些孩子气的样子 让他的心瞬间四下飞扬 招子安静地注视着小麦 忽然 小麦向招子靠近 随后给了招子深情一文 爱情来得太突然 招子只觉得是像命中注定般 和小麦刺场相惜 未来的极了解对方 招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成了小麦的女友 两人很快吸引了热恋 可招子的好闺蜜春戴 却在见到小麦的第一面 就以旁观者的身份 一眼看穿了小麦的品性 于是 春戴直言不讳地劝告招子 小麦是个靠不住的男人 他早晚有一天会离开招子 会让招子伤心欲绝 可是 沉溺于爱河的招子 转头望向身旁的小麦 满眼都是爱意 全然为把闺蜜的话放在心上 招子仍旧爱得全心投入 毫无保留 就如他初次遇见小麦是那般 身份 性格 人品 全都无关紧要 瞬间就选择勇敢地沉溺在爱情里 无法自拔 两人爱得炙热 就连在外出游玩时出了车祸 摩托车被撞得一地碎片 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招子和小麦 也没有着急检查伤识 而是躺在马路中间 逼似相识笑着 随后更是在路人惊诧不解的目光中 旁若无人的拥吻 或许 这就是招子心中理想的爱情 没有时间地点的约束 不在乎物质世俗的羁绊 他要的 只是随时随地 对一个人最原始的爱的冲动和热恋感 以及这种冲动下 精神世界里 爱情的满足感而已 除此之外 什么都不重要 招子甚至 从未主动去探知小麦的一切 因为 让人琢磨不透的小麦 对招子来说 始终都充满着新鲜感 而小麦那种方浪不羁的做派 更是令招子如事如醉 可是 小麦虽对招子温柔体贴 可她终究是个 喜欢自由自在的人 小麦像一朵飘忽不定的云 在难以琢磨的同时 偶尔也会带给招子 思思不安 不久后的一天夜晚 小麦说要去买明天早上的面包 离开前 招子还让她带一个不太甜的 可那晚 小麦彻也未归 第二天一早 发现小麦没有回来的招子 交集晚分 却从房东的口中得知 在认识招子前 小麦就经常随随便便地 消失两个礼拜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 喜欢一个人待着 而小麦的爸爸 目前也正处于病危之中 这一切 招子并不知晓 招子出去寻找 结果刚出门就遇到了 吃到归来的小麦 招子哭着 扑进小麦的怀里 紧紧地抱住了她 小麦对昨晚一夜未回的解释时 自己昨天和一个早堂大爷 喝了一些酒 在他那里睡着了 面包也给老大爷留下了 招子对这番话 深信不疑 可是半年后的一天 小麦说要出去买鞋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徒留招子伤心欲绝的 缅怀曾经的浪漫岁月 就这样 招子这段痴痴的爱恋 便以小麦的消失 无解而终了 爱情的戛然而止 使得这段未完成的爱恋 成了招子的心结 小麦消失的两年后 备受打击的招子 离开了伤心底 带着对初恋小麦的深刻记忆 招子之身一人 来到了东京 开始新的生活 在东京 招子找了一份 咖啡店打工的工作 一日 他去隔壁公司 去店里的咖啡壶 却发现 站在面前的男人 竟然和小麦长得一模一样 招子激动地冲上前 问了对方一些问题 但很快 招子便发现 这个叫亮平的男人 只是和小麦长得很像而已 他的性格 言行举止 以及出生地 家庭 都和小麦不同 眼前亮平一身西装 干净利落 留着清爽的短发 说话温和沉稳 这一切的一切 和小麦都有着天壤之别 招子有些失望 转身跑回了咖啡店 或许 招子也在努力逃避 这种宿命般的相遇 他害怕亮平的出现 会掀起自己心底的伤疤 所以 从相遇那天起 招子便总是刻意躲着亮平 亮平会经常光顾 招子工作的咖啡店 可每当亮平站在咖啡店门口 招子便会慌张地跑开 但 突然闯进生活的漂亮的招子 却引起了亮平的兴趣 尽管亮平会觉得 招子的行为 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他依然会下意识地 关注充满灵气的招子 慢慢地 亮平对招子也产生了一点喜欢 一天下班后 在回家路上 亮平看到了站在摄影展外 盯着海报看的招子 他凑了上去 招子被玻璃上反映出的面容吓了一跳 转过身的招子 盯着亮平片刻 忽然鬼使神差地抬手 抚摸了亮平的脸 当确定来自手心的触感 并不是回忆里熟悉的温度后 招子又窃窃地收回了手 亮平一直和招子说话 但招子却冲耳未闻 一直微低着头保持沉默 就在场面一度尴尬时 招子的合租设有真实 拿着影展的票匆匆跑了过来 但两人却因为迟到 被工作人员拦在展馆外 刚欲转身离去的亮平听到后 过来帮忙 在亮平真诚地解释下 工作人员终于统一二三人入场 这场影展和两年前遇到小麦是一样 招子看着墙上那幅 双胞胎女孩照片 正正发呆 初次见到小麦的场景 莉莉在目 直到亮平凑上来 招子才缓过来时 并慌忙离开 这场声音展 亮平对作品毫无兴趣 而是将目光都聚焦在了招子身上 影展后 三人一起吃饭 当亮平问招子 影展到底哪里有趣时 招子却突然低下了头 并起身对亮平今天的帮忙道歉 然后匆匆离开 留下亮平和朋友真识 面面相觑一头雾水 那天 亮平和真识在街角分开时 真识邀请亮平有空来家里做客 并说招子做的大板烧很好吃 亮平笑笑同意了 几日后 亮平带着同时 来到了招子和真识租住的家中 身为演员的真识 在招子做饭期间 播放了自己的演出视频 却没想到 真识的表演 却迎来了亮平同事的抨击 不过 真识也因为对方勇于说真话 而和亮平带来的同事 成为了男女朋友 那次聚餐后 亮平对招子的感情与日举增 终于在一次招子去亮平公司 去咖啡壶时 亮平在天台外拦住了招子 他问招子为什么总躲着自己 可招子却一直低着头不说话 亮平朝招子表明了自己的爱意 说话间 亮平更是将手抚摸上招子的脸 那一瞬间 招子缓缓抬头 注视着眼前这个 和小麦有着一样容貌的亮平 情不自禁地 也抬手摸上亮平的脸 感受着彼此手心的温度 两人越靠越近 拥吻了起来 下班后 亮平和招子又约了真识 同时一起玩了攀岩 商讨了要一起去看真识的新演出 亮平以为招子接受了自己的心仪 可万万没有想到 晚上招子就打了电话 告诉亮平 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忘了我吧 亮平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当他想问个明白时 却发现 招子不见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就连咖啡店的工作都辞掉了 找不到招子的亮平十分郁闷 他想起了那日和招子相约 看真识演出的事情 于是 他决定去碰碰运气 结果却从真识口中得知 招子将票的日期盖成了第二日 亮平沮丧地坐在演播大厅里 却没有想到 当剧院的灯刚熄灭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便发生了 工业也因地震而取消 人们仓皇逃生 交通一度陷入了瘫痪 亮平穿梭在人群中 朝夹的方向走去 天黑时分 亮平在逆着的人流中 突然看到了招子 两人四目相对 或许是因为对突发灾难的恐慌 以及失散的人群 给招子带来了前所有的不安全感 所以在见到亮平的那一刻 招子向亮平走过去 并扑进亮平怀里 流着泪的招子 也第一次喊出了亮平的名字 就这样 招子和亮平走到了一起 并开始了同居生活 那是一间不大的房子 两人的生活也普通平凡 但却到处洋溢着温馨和幸福 他们养了一只小猫 每个月 两人还会开车去海边 帮助渔民们销售海鲜 出于感激 渔民们也会将他们留下吃饭 临走时 再拿出些海鲜相赠 而且每次往返海边的长途路上 都是由亮平开车 即便亮平很疲惫 却也总是叮嘱招子 在车上放心熟睡 回家后 招子也会贤惠地帮亮平按摩 他会告诉亮平 我喜欢你亮平 亮平则笑着回应 你的喜欢是我前进的动力 两人的生活就这样 平凡 简单 随意 却又处处充满着爱 惹得朋友艳险不易 招子感激亮平 带给他安定的幸福感 不过 他自己很清楚 自己最初是因为亮平 长得像小麦 才选得和他在一起 可供出了五年 现在的招子相信 自己对亮平的爱 已经与小麦无关 因为 比起小麦的神秘和飘忽不定 亮平的爱 是那样的出手可及 踏实可靠 在这五年里 两人的事业都发展得很顺利 招子觉得自己已经忘记了过去 和亮平的爱情也未来可期 却万万没有想到 消失已久的小麦 又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并瞬间打破了 愿有的瓶颈 这天 招子和亮平在商场闲广 偶然遇见了曾经的闺蜜春代 初见亮平的第一眼 春代把亮平当成了小麦 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直到一旁的招子 尴尬地介绍着亮平 反复确认了几次姓名后 春代才缓过神 并和亮平打了招呼 三人在餐厅里 简单地聊了几句 亮平还有工作要忙 便先一步离开了 亮平走后 春代抓着招子的手 看见他终于放下小麦 开始新的生活 春代替招子感到开心 聊天中 招子感叹不知道 小麦现在过得好不好 在哪里时 坐在对面的春代有些诧异 他指着窗外大楼上的广告牌 惊讶地问 你不知道小麦做的明星吗 招子默默顺着春代的目光 看向窗外 广告牌上的小麦 似乎变了很多 却又有一种熟悉感 春代告诉招子 现在的小麦 可是炙手可肉的明星 并且深受女生们喜爱 小麦的消息 让招子原本平静的内心 再一次出现了涟漪 那晚回到家 招子若无其事地 给朋友们做饭 饭后 当招子春代 真实坐在一起时 电视里出现了小麦的广告 站在聚光灯下的小麦 衣着得体 发心帅气 此时的他 早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颓废少年 招子看着电视沉默不渝 谈话间 春代无一间暴露了 和明星小麦相识的讯息 在真实的追问下 招子承认了自己 曾和小麦在大阪 有过一段交往的经历 真实虽然惊讶 但却反问招子 他和亮平交往 是不是因为亮平 长得像小麦 招子大方承认 当真实问招子 这件事情 打算一直瞒下去吗时 招子说 自己会向亮平坦白 朋友走后 亮平一言不发地刷完 招子走过来 还没等开口 亮平便告诉招子 自己被公司调到大阪 他希望招子随行 并希望和招子结婚 招子助力片刻后 慌忙关掉了水龙头 紧张地说出了 有关小麦的事 却没有想到 亮平一点都不惊讶 亮平说 自己在两年前 就知道了这些 当初就有很多人觉得 他和小麦长得很像 而他对此并不反感 慢慢地 结合招子出见 自己时的举动 就猜到八九玻璃时 亮平还告诉招子 他很开心 就因为自己长得像小麦 才幸运地认识了招子 并和他在一起 听完这番话 招子十分感动 他紧紧地抱住了亮平 不久后 春代和招子 在公园里打羽毛球 却无意间 听说小麦的剧组 就在公园附近 无论春代怎么阻拦 招子还是立马丢掉了 羽毛球拍 并急不朝小麦的剧组奔去 可现在的小麦是明星 想见他一面是不容易的 当招子看见那辆黑衣车 渐行渐远时 他忽然微笑着挥动双手 并大声喊着再见 或许这一刻 是招子下定决心 和过去道别 可是 就在招子对即将迎来的 与亮平在大阪的生活 满怀憧憬时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招子跟着亮平 搬到了大阪的新房子 新房子前面 有一条小河 周围的风景也很漂亮 亮平和招子 两人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 望着远处的小溪 招子的眼神中闪动着光亮 而这一天 招子正在家中整理东西 门铃突然响了 打开门的一刻 招子呆住了 原来 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小麦 见到小麦 招子下意识地关上门 并躲进角落 只是再次见到小麦一眼 并让招子全力构建的心理防线 瞬间垮塌 一种难以言表的恐惧 迅速洗遍周身 站在门口的小麦说 要带招子走 并称当初都是自己的错 不应该让招子等这么久 悬缩在角落里的招子 用手捂住耳朵 重复着说 不要过来 忽然 房门开了 惊慌失所的招子抬头一看 原来是亮平 亮平的出现 让招子回到了现实 那感觉 仿佛刚才的一切 只是一个梦魇 招子隐瞒了小麦来过的事 晚上 招子和朋友们一起吃饭 餐厅内 招子心神不宁 突然 小麦穿着白色衬衫出现 她直直地朝餐桌走来 走到桌边后 小麦不动声色地坐下 并翘起了二郎腿 仿佛自己是一个久违的故人一般 只不过 她脸上面有表情 小麦开口的第一句话 并看着招子笃定地说道 你果然在等我 全座人无不哗然 招子惊讶地问小麦 为什么现在出现 小麦勾起嘴角笑了笑 并朝招子伸出一只手 因为曾经说过 要回来找你 重逢的瞬间 让招子心动 并且一发不可舒适 那未完成的梦 让招子迫不及待地 想要靠近小麦 李一只也在瞬间崩塌 招子以为小麦的出现 是对她的救赎 只要跟随小麦 就能走向心中理想的爱情 于是 招子不顾身旁的亮平 抓住了小麦的手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席 当招子回过神来时 她已经坐进了小麦的车里 车窗外 亮平拼命派打着车窗 并大声喊着招子 可小麦的再次出现 催生了招子深埋心底的悸动 现在的招子魂不守舍 尽管此刻坐在她身旁的人 曾狠狠灼伤了她的心 可招子仍旧选择 一头闯进爱情的梦里 对亮平的呼喊充耳未闻 在招子和小麦 驱车前往北海道的路上 招子决绝地丢掉了手机 选择抛弃了 曾与亮平共同拥有的一切 可当车子停在海边 适量的海风 从车窗吹进来时 招子也从睡梦中醒来 她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已经下高速了吗 但身旁的小麦却没有理会 只是淡淡地说自己饿了 这一刻 招子想到的是 之前和亮平在一起的日常 她忽然有些恍惚了 或许 招子将小麦放在心底七年 却在见到全然陌生的小麦的一刻 才如梦初行 招子想了很多后终于明白 自己需要的是 亮平带给自己的真实爱情和生活 于是 招子决定不再任性了 她告诉小麦 自己要和她告别 并回到亮平身边 小麦并没有挽留 而是挥了挥手 和招子说了拜拜后 留下招子开车离开 招子向亲属借了一点钱 踏上了回程的客车 尽管亲属在车站告诉招子 即使是一个温柔善良的男人 也做不到接受一个背叛自己的女人 但招子仍然决定 哪怕得不到亮平的原谅 自己也要回到亮平身边 五年的时间和爱的沉淀 已经让招子确信 自己爱上了亮平 而招子此刻已经清醒 自己之所以如此多年放不下小麦 是因为那段感情未完成 所以未完成的感情 在招子的心中 一直是美好且有遗憾的 而在小麦离开后 自己对小麦的情愫并不是爱 只是因为放不下而已 虽说这份执念放下得太晚 但好在 招子已经从爱情的梦中 勇敢地醒来 高速行驶的巴士 在隧道中穿梭 偶尔闪现的灯光 晃得招子的脸忽明忽暗 可是 这段遥远的路程 招子却没有睡着 他一直盯着窗外流动的景色 眼睁睁看着自己 一步步靠近幸福 可当招子回到 和亮萍在大门的新房时 亮萍却不愿意原谅他 当招子和小麦 手牵手一起离开时 亮萍的心已经彻底被伤透了 他已经不敢再相信招子 也不想再卑微地爱下去 于是 亮萍告诉招子 自己已经遗弃了小猫 随后大声喝止招子 快点滚后 猛然地关上了门 招子回不当初 转身去找小猫 在找猫的途中 招子拜访了 患有尖动症的朋友钢琪 在钢琪家里 钢琪的妈妈荣子阿姨 告诉招子 既然是重要的人 那就要珍惜 并向招子讲述了 自己的爱情经历 荣子阿姨偷着告诉招子 自己反复讲的 年轻时甜蜜恋爱故事里的 男主人公 其实并不是他老公 荣子阿姨的话 抚平了招子的愧疚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 挽回亮萍的信念 就这样 招子冲进雨里 继续了寻猫之旅 却在小路上 见到了亮萍 学将的招子 在雨中狂追那个 能给自己现实生活的男人 两人沿着狭窄的小路 不知跑了多久 直到亮萍一路跑回家中 并锁上了门 招子站在门外 说着自己如何后悔 就算得不到亮萍的原谅 也想听见亮萍的声音 或许是因为 放不下昔日的感情 亮萍最终妥协了 他突然开门 并将小猫放到招子的手上 原来那只猫还在家里 而亮萍也还爱着招子 这一次 亮萍没有将招子拒之门外 而是虚眼上了门 上楼后的两人 站在阳台上 看着不远处的小河 亮萍平静中 又略在悲伤地说 眼前这条河太脏了 一旁的招子却眨眨眼 淡定地回答道 但是很好看 亮萍顿了顿继续说道 我以后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但已经成长 并对爱醒悟的招子 这次没有诧异和惊慌 只是微微含手 嗯 我知道 或许 招子清楚 自己的所谓 终究是要付出些许爱的代价 不过 即便招子最后 没有获得亮萍的原谅 即使重新生活到一起 内心的芥蒂无法消除 但至少 对感情后知后绝的招子 最终选择了回归现实 因为招子已经 彻彻底底地明白 他现在渴望的 施加的温暖 而不是四处漂泊的小麦 和虚无缥缈的爱情 影片结束 片名《夜以继日》 上月2018年的日本 片中的招子 是一个分不清理想和现实的人 他夜以继日地 在感情中迷茫神伤 不知道究竟该如何选择 更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或许 在爱情面前 我们都需要学习 都需要感悟 只是有人很快便明白 爱的真谛 而有人需要通过一段 很长很长的迷雾 并因此弄丢了哪个 世间最爱你的人 再也找不回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UG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